把鏡頭轉回國內 台南有民眾在麻豆中山路等公車 目睹到一名年約救度國小的男童 為了等公車 盤坐在棋樓 之後又靠著柱子睡著了 讓人是相當不捨 附近民眾指出 當地公車搭乘人數不多 班次不密集 但交通局澄清 這個站牌有八條路線 離風時間搬距大約是三十到四十分鐘 不過為了嘗試協調店家空間 來設置座位 提供後車使用 年約救度國小的男童 先是盤坐在棋樓下 沒過多久 直接躺在地上休息 接著又變換姿勢 靠在店面柱子睡著 台南麻豆中山路出現這一幕 被對面同樣等公車的民眾發現 在麻豆當地社群貼文引發熱議 他又換姿勢了 他換了很多姿勢後 就拍起來拍起來拍起來這樣 很累的樣子 我有觀察他 蠻很累 網友留言疼是孩子太辛苦 也有人擔心他錯過公車 附近店家也目睹狀況 重回站牌現場 是麻豆區電機戲院站 附近民眾表示 當地搭公車民眾不多 公車班次約一小時一班 只是站牌旁沒有設置等候座位 男童睡在棋樓下讓人不捨 他很心疼耶 為什麼 就小朋友啊 然後這樣躺在地上 這樣會讓人家很心疼 這個地方周邊 因為沒有公有地 都是私人的店家跟棋樓 那我們會嘗試著 跟這些店主來協調看看 有沒有空間 可以讓我們設置簡單的座椅 交通局將協調空間 設置等候座位 也表示該站牌有八條公車路線 尖峰時刻每隔15到30分鐘有班次 離崩班聚則較長約30到40分鐘 建議民眾多利用大台南公車APP 或是智慧站牌顯示的預估到站時間 掌握行車狀況 記者李轉木招全台南報導